梁振英啊,各個走出來,啊,你這班人,破壞社會秩序,佔據馬路 老實說,那一天被人拘捕那二百多人,無疑有七八十人比較激進的又衝出馬路 但我都認為他們是對的,OK? 我們138人,全部被你拘捕是坐在那裡和平被你拘捕 之前我和警察已經說好,我的壓力,我和我們群眾說 當他抬你的時候,你不要硬手硬腳,要不就傷到自己 你踢到他,他就告你襲警,你沒有著數的,OK? 所以大家,不要反抗,我們表達了訴求,就搞定的了,OK? 結果他全部落索帶,媽葉,我被他反鎖,是吧? 那現在鄭偉雄走出來說,他說我們落媽葉是有必要的 因為怕我們反抗,又傷人,又傷到自己 你瘋了,我傷自己幹什麼? 對不對?這個是近年小見的一次很大型的群眾集會 而警方採取很強硬的手段 我們那天的遊行隊伍最高峰的時候 人民力量的隊伍有超過一萬人 去到收盾球場,我們在這裡集會有五、六千人 那條龍都沒有走到我去這個政府中部 我們呼籲群眾,告訴他們 我們一會兒會上去黎賓府叫醒曾蔭權 OK?你跟我走的,就走 我們說長者,還有帶小孩子的那些婦女 你們可以離開,不要跟我們走 那些身臟力見好像黃毓民者,可以留下 OK?跟著我們就浩浩蕩蕩蕩 兩千多人,就殺害中環 但是我們要去法,這個就是黎賓府政府中部 所有的路,全部被警察全部封鎖 那你沒得走的嘛 那是不是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乾落到中有一班在這裏流傳 那他們那邊清場 跟著他們來跟我們聊 我一會兒給你十分鐘時間,你要散 你不散,跟著我最後一個警告 我就是抓人 OK?那我說行,我們被你抓 我們被你抓 但是,當時四方八面都是那些EU車,衝鋒隊 最後那些警察跟我說,黃毓民今天好好招呼你們 新界西,新界南,新界北 還有這個水警總部,出來了那些警察 全部沒有架放 整個中環都是警察,大家上網看 不是啊,我們上來片,包括他拘捕我們那些全程紀錄在互聯網上 上我們的網頁或者上Youtube,全部看完 你就看到我們有幾多人,齋佬有幾多人 重重圍困 但是我們欲容不逼,比利賴,公民抗命 對不對? 跟著就要利用那些傳媒 利用那些十九的學者評論員 就醜化抹黑,說我們這些是暴力 有幾暴力呢?你鎖我,噴胡椒噴霧,你噴我 最大隻的大隻被你鬥心窩了一槌 我他媽媽給你搶我的眼睛,還要我縮得快 跟著我都種胡椒噴霧 我們覺得,我們吃得鹹魚抵得渴,無所謂 但是警察是過分粗暴和濫用權力 各位,警察維持治安,執行這個維持治安的任務 我們要賦予他執行任務的權力 這是必然的,但是這些權力是有界限的 我賦予你的權力,你有抹葉,有胡椒噴霧,有槍 但是就不是叫你抄人牌,都抹槍出來對著別人 這個就是濫用權力 警察不是大了嗎? 所以,我跟他的阿sir說,我說我不會怪你的前線警務人員 我一定跟曾偉雄宣長,小弟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我一定會召他來保安事務委員會,然後收到他,讓我胡椒噴霧 讓你拉得這麼過癮,對不對? 他有機會見到我的,因為他是警務處長,我是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他是有機會來立法會報告罪案數字 他來報告的時候,我就會撐到他上天花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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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7月2號的凌晨,我們在警署還沒出來 到7月2號的早上,10點鐘,我們都還有人沒出來,離開警署 有一幫民主黨的人,就是禮賓府舉牌,要求政府撤回方案 7月13號包圍立法會,馬上抽水 但是,在5月17號,林瑞麟提出這個提保建議的時候 這幫混蛋在哪裏? 在5月底,政制事務委員會,譚耀宗做主席的,開一個特別會議 給這個林瑞麟提出這個提死建議,OK? 小弟在現場五次打斷林瑞麟的講話 跟著給這個譚耀宗警告,忍屎忍尿地忍我 因為他要趕我出去,但是又不想趕 因為如果他趕我出去,他是第一個事務委員會主席 在修改議事規則之後,有權趕我們這些所謂行為不檢的議員 出這個會議的,他不想做第一個,但是我逼他做第一個 五次打斷這個林瑞麟的講話,跟著我去掃這個譚耀宗的牌 再撲到這個林瑞麟那裡又掃他的牌,那他逼著趕我出去,OK? 原本只有大會主席曾玉成,才有權根據議事規則 對我們這些所謂行為不檢的議員在現場 要求我們離開這個會議廳 這個是議事規則最高懲罰 後來因為有民主黨的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將這個驅逐議員離開會議廳的權力,抗及這個事務委員會主席 有十八個,你是不是瘋了?對不對? 那就是鬥趕,我也是一個事務委員會主席,不過我不會趕人 所以多謝民主黨,是不是? 但是我又創造一個紀錄,是第一個議員被事務委員會主席 趕出這個會議廳的 跟著,政府趕快要立法會成立一個法案委員會 一個禮拜裡面要審議所有替死條例總案 那個法案委員會主席又為譚耀宗 快刀斬亂麻霸王硬上攻,OK? 那時候誰抗議啊? 當這個林瑞倫在立法會議讀這條條例的時候 我撲過去,打算升巴給他探,其實跟他距離半呎位 給七個保安鋪著我,大家看電視都看到了 上網都看到了 我那時候撲過去的時候,那些民主派狗賊一個都沒有在現場 七日遊行有二十萬人,那些民主派狗賊出來抽水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增量你的眼睛 不是說我們要去批評他 當我們在前面衝鋒行陣的時候,我們的同志在背後開槍 我來主張五居公投的時候,那些民主派狗賊就反對五居公投 五居公投完了之後,六月份他就支持政改方案和共產黨密室談判 又是民主黨